為什麼大家開始 今年一年的香港狀況 反送中 對於中國的不信任 因為是早期的時候 剛兩岸開始交流 我們1991年 廢除動員開戰之後 雙方覺得過去還是講 一一帶水 血脈曾經有相通 所以總是可能變化 而且發現二十幾年之後 它越來越霸道 香港的問題 它告訴你的是什麼 國際的法規 我完全不甩你 簽了任何協約 我完全不甩你 甚至答應你香港人的五十年不變 我完全不甩你 然後波特王告訴我們什麼 密碼法 就是這樣一個國家 所以大家決定要跟它 那個密碼法是什麼 是我的密碼要交國家管理 對 你的密碼通通交給國家管理 所以以後你忘記了 沒關係 國家給你 所以就是 你說這樣一個東西 對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一盒人 你進入的時候 就已經被國家拿走了 對 國家就要拿走了 所以他們是一月一號 就是今天 這樣一個國度 難怪台灣人會離他很遠 不是 那既然是密碼 就不能夠有人家知道 國家幫你管 天下沒有不可靠的知識 天下不能 所以 可是再回來 我們就回去看到了 安國瑜現在面對這些事情 他都沒辦法去處理 因為這個狀況 可是你會看到的是 三個發言人出來 針對三立 那個是做什麼 其實他們也不是跟你講是非 第一個 是根本不是跟你討論出來 他們就是在開始吵架 見到一個吵架本 把三立給抹黑 因為他要去創造 就跟剛剛 我們前一段講的引力一樣 三立和引力都變成他的目標 為什麼 就是說你們都是抹黑的 讓韓粉相信 韓國瑜好可憐 韓國瑜好被打壓的 然後他們另外 你去看韓粉臉書裡面 都講得很高興 這個川普 韓國瑜是在學川普 川普就是攻擊媒體 所以他把你們三立立 視為是CNN 所以把你們視為CNN 就開始攻擊 所以要去換取他的選票 可是韓國瑜搞錯了一點 我要特別提醒他 是為什麼 川普之所以拿到這麼高的支持度 在三年前能夠選舉當選 並不是只要針對媒體 而是川普講一句最重要的話 那句最重要的話 韓國瑜永遠不敢講 川普每次都站出來講說 總是要有一個人來對付中國的 然後看著天 我就是上帝 賢選我來對付中國的 而韓國瑜永遠不敢講說 你媽媒體我隨便你 擺在理想國民主書養這麼多 你敢不敢站出來講一聲 總是要有一個人對付中國的 而我韓國瑜就是觀世音菩薩 叫我來對付中國的 如果你敢講 韓國瑜選情就會翻過來 你剛剛講的那些民調通通會改變 但是我想請他不敢 川普不敢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今天美國的彭博 對他也特別報導 對 來 我們來看彭博怎麼寫他 美國媒體叫彭博 不論不論 今天特別報導 台灣親中候選人 韓國瑜 那報導用一系列的私態 古怪言論形容韓國瑜 強調他疑似艷女 種族歧視的過去 他說他在博文夜夜秀節目中的表現 膝蓋走路的節目後 報導表示韓國瑜的表現 又是一系列的私態 跟古怪言論的最新版 讓部分選民對他的勝任總統的可能性 表示懷疑 該報導還補充韓國瑜的市長任內表現 幾乎沒有消弭外界對他的疑慮 報導提到了韓國瑜在高雄市議會 面對議員提問滋滋烏烏的影片 曾稱總統蔡英文白白胖胖 被抨擊為燕裡情節 貶損菲律賓人 招致非國駐台代表抗議的過去 報導說韓國瑜最大的挑戰 還是在應對中國的問題 韓國瑜無法就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做出更細緻的陳述 還曾在彭博專訪中說 當台灣兩千三百萬人達成共識 在公投中表達想獨立的時候 那得面對軍事及政治後果 而這不能避免我們沒有任何資源 我們一無所有 因此報導提到 當韓國瑜在博恩夜夜秀 面對主持人曾博恩提問 哪個國家最危害台灣時 不但必談中國 還表演膝蓋走路時 他證明了他完成了肉體上的壯舉 那種肉體上的壯舉 卻似乎離總統大衛越來越遙遠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 下輪的角色 請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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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來到